这还是非常漂亮 喜欢你看那个啥 你看能不能配好东西 挺好的老东西 这就是 嗯 就是很漂亮很漂亮就很漂亮 哎呀买吧买吧买吧 反正你碰不着 嗯 挺好看的 OK咱们这就回来了 就刚才出去溜达的时候碰到一个卖新翡翠的店里 然后我看看他拐角后放了一块这个翠 然后我说让我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还不错 这应该是一个晚清民国 的一个翡翠的福禄兽 三色的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组合件 它这是个子木孔 这边还有一半盖着 但是另一面一致了 它当时在那个上面放着的时候是一个摆件 是一个摆件 这是一个翡翠翘雕的一个 这也不能算挂件 也不能算把件吧 它应该是一个组合件 但是少了一半 可是东西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翠的颜色也很好 咱们我记得上次我收斐的时候 也说过过去人他们喜欢色 对种的要求 应该没有像现在这么追求 因为 过去人追色 现在可能因为色不好找了 所以我们就追逐 但是其实我们更喜欢又有种又有色 对吧 但是过去可能就是偏这个 色一点 这个颜色就不用说了 非常的好 有三种 你看一种绿色啊 一种这种黄翡 包括这块带一点这种发褐色的这种 翡还是翠的颜色吧 这种东西特别的 少见 没人把有三种颜色 叫 所以这个东西路份还是很高的 雕的弓也非常好 翡翠这个东西最流行的年代就是晚清民国了 为啥 就是因为老佛也喜欢 对吧 很多朋友问 这你看落个乾隆 跟慈禧一样 但凡见乾隆这俩子 这个款 八成都晚清民国 乾隆本年的有没有可能有 但是他那个弓要比这个要精的多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翡翠线 最重要就是他的这个 线的这个阴线 你要认得他这个是老的 铺痕 还是现代的机械痕迹 老的铺痕是很慢的 他那个线是接的 他是一条一条接的 他那个铺是这样 一下一下一下接的 而且甚少有崩缠 新的那个 弓痕是 一下 很快 因为他是高速铺很快 而且过去老的铺痕 我们如果有放大镜 你去看铺痕的内部 他有沙杆 他有沙杆 而且里边也有包姜 包括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我们看他这块 减地的地方 是有 一个过度 你看这个反光背景 我支架这里 反光背景 他是有过度的 越往里边 他越减地 但是越往里面 那个抛光的光感 越不好 因为过去抛光的时候 也用沙去抛 也用沙去抛 他那个 嘎拉拐角那个缝就抛不到 包括我们人使用盘弯的时候 或者是 把弯的时候 或者放到空气中氧化的时候 他也是 凸起的部分 会优先的氧化的 会更好点 光感会更强 但是他那个嘎拉拐角会稍微的 沙感强烈一点 就是 会哑光一些 这也是个人总结的方法 再一个就是我们去看老的物件 他是有那个老气的 跟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在一个老公看起来很硬 很硬 但是不是那么的锋利啊 要硬 因为他是慢拖 他快不了 他都是一下一下拖出来的 他快不了 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好认的 比较省眼 我们一定要注意 现在这种假的这种 肥翠啊 玉啊 很多啊 打隔壁藏 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这种东西啊 还是得上一下镜子 还是得上镜子 有时候你拿着眼去看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容易疏忽 你上镜子 仔细去看的那个阴壳线 仔细去看那些 机脚盖蓝的地方 他一定是跟这个 星宫是有区别的 包括他这个孔道的缝隙内 也是有包浆的 内外包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如果一些星宫 他的这个孔道里边会感应感觉很色 他就是这种感觉 好吧 就是这么一件东西啊 买的很贵啊 这种东西不会便宜的 如果你花个几百块 一千多两千 买来那些东西就要打个问号了 OK 我是艾首唐的天员 喜欢的视频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